就在昨日一则来自BBC的突发消息 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英国王室这个大家庭中 2月6号继任英国国王一年零五个月的查尔斯三世被确诊癌症 上月中旬英国王室曾在一则简短的公告中表示 国王查尔斯因前列腺肥大住院接受手术 但没想到这场小手术最终竟成了令医学界头疼不已的癌症 根据白金汉宫的最新消息 该癌症是在他最近接受前列腺增大治疗期间被发现 但并不是前列腺癌 癌症的类型并未披露 但根据白金汉宫的声明 查尔斯于周一2月5号开始接受定期治疗 75岁的查尔斯将暂停他的公开活动 而王后卡米拉和威廉王子将在他接受治疗期间代替他履行职务 关于癌症的阶段或愈后 白金汉宫并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不过白金汉宫表示 国王查尔斯对治疗感到完全正面 并期望尽快全面恢复公开的活动职务 当然依照英国王室的惯例 虽然查尔斯三世将暂停公开活动 但将继续履行作为国家元首的宪法职责 他在确诊癌症的前一天 还于桑德令汉宫的一次礼拜仪式中出现 并向人群挥手之意 据悉他选择公开他的前列腺治疗 目的是鼓励更多男性进行前列腺检查 他曾公开表示他很高兴 能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的网站指出 关于前列腺状况的问题 近几年呈现激增态势 政府领导人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发推文表示 祝国王早日康复 我相信他将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健康 整个国家会助他好运 公党领袖基尔·斯塔莫也在图文中祝愿国王康复 并期待他尽快回到全面的健康 据悉查尔斯之前的健康状态一直都很好 除了背部有些老苗病之外 并没有其他的问题 进入2024年以来 英国王室一直都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 1月17号 英国国王继任者威廉王子的夫人凯特王妃 突然被曝接受腹部手术 并宣布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 他会放下手头上所有工作 安心休养 此事在当时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作为一直以来都十分亲民 也被很多英国民众爱戴的继任者配偶 全世界都盛赞他有当年戴安娜王妃的风采 因此这次祝愿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大家都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而根据肯兴顿公发布的声明可以得知 这次凯特王妃的病虽然不是癌症 但也有些严重 具体病症和细节依旧处于保密状态 但其表示凯特王妃的病不是癌症 这也让很多民众松了一口气 在经历13天的住院治疗后 凯特王妃已经返回了位于温莎的温馨小家和家人团聚 而在他住院期间 威廉王子暂停了一切公务 特别是和同期出院时表情轻松的查尔斯国王相比 外界怀疑凯特王妃的病情比表面上更加严重 除了以上两位王室现有成员 安德罗王子的前妻约克公爵夫人沙拉 也在近期被证实患有皮肤癌 这或许也充分说明了 疾病面前人人平等 与去年加冕典礼的夏日庆典相比 王室如今看起来像是个脆弱的群体 终归结底 虽贵为王室 但毕竟还是一个家庭 疾病的接踵而至 到底会对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目前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是 这种突发的紧急情况 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空前的团结 哈利王子毫不含糊 直接了当地前来探望父亲 几天后 他将独自从美国赶来 这将被视为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此前哈利王子也曾在秋天 父亲75岁生日时 给他打了电话 他有矛盾的对象 似乎一直都是与他的兄弟和小报媒体 而不是自己的父亲 而卫廉王子在妻子完成手术后 已重返岗位 现在他将替代父亲履行更多的 王室职责和公开露面 但他面临着妻子和父亲 同时生命的情况 作为王室继任者 人们期待他能像不久前 英王查尔斯挺身而出 协助自己的母亲那样 来帮助英国王室 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不过 这接连几场手术风波 或许还会引发世人另外一个讨论 那就是关于王室受身的争论 纵观选举 王室成员似乎都变得越来越年老体弱 在职王室成员中 只有威尔士亲王和王妃的年龄 在50岁以下 并且随着哈利王子和安德鲁王子的卸任 英王王室的确在向着精简这个方向发展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祝福英王能够抗癌顺利 同时也祝愿所有观众朋友 身强体壮 拥抱健康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